最新的数据是显示说 香港上半年的零售业跌幅 是明显的缩窄了 那开始出现了一个回升的迹象 而此前被零售业整体表现拖累的 利福国际在发布业绩的时候就称 今年上半年的经营情况 终于是有所好转了 统计处数据显示 今年1到6月份 香港零售业总销售额价值 虽同比下跌了0.6% 但跌幅较上年明显缩窄 6月份香港零售业销售额总额价值 按年上升0.1% 销货数量指数按年上升0.4% 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主席郑伟雄表示 由于基础低以及香港股市楼市旺盛 旗下大部分会员 对于下半年的市场感到乐观 预期零售数据将持续呈现增长 全年有望结束持续三年的跌势 7日被零售业疲弱拖累多时的利福国际 在发布业绩的同时就称 今年上半年终于扭亏为盈 旗下重逢百货下半年经营状况转好 其中铜锣湾重逢百货的销售已经有正增长 尖沙嘴的重逢百货上半年已经有超过10%的增长 他说希望下半年的业绩表现 能够继续优于整体零售水长 但暂时难见微型大反弹 此外他还称 启德重逢百货将于今年第四季动工 定位与铜锣湾重逢百货相似 将主要吸引东九龙区以及启德一带的消费力 项目总龙面达10.1万平方米 计划当中约9成发展为零售用途 包括零售 餐饮及娱乐元素 最主要是那个product mix或者那个category mix 我们会尽可能调回适合 九龙区那个消费的货源而已 那么positioning我也不相信 我们需要调得太过 去到好像一个beautist style那个 据了解启德重逢百货公司 将会建成双子塔 其中一座将会类似于 铜锣湾的东角中心 而另外一座将会发展成 铜锣湾的西盛广场模式 整个项目成本估计超过140亿元 预计将在2021年建成 在2022年投入使用 亚太第一卫视潘雪克刘晓布 香港报道 好 马可其实我们回想到 在这个2015年底和2016年的时候 它这个零售业陷入到寒冬的 这样的情景应该还是历历在目的 那么好在说现在这个6月份的 这个销售业绩 我们看到虽然说是旅客减少了 但是依然是有所升幅的 那所以现在业界也就是说 喜出望外 那您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 在接下来呢 就是这个内地消费者 依然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动力 那在明年会有这个 港珠澳大桥的开通 还有这个高铁的开通 您觉得是否会提升 香港的这个零售业 进一步的上升 我相信这个方向应该是非常清楚 就是乐观的 因为能够把握一个大的机遇的时候 基本上是看一个开通以后 能否持续有一个明显的 拉上的这个作用 我自己个人的看法是觉得 尽管我们不能够从 宏观经济方面数据上面 做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清楚的这个度量 那是从现在慢慢开展的 特别是从这个股市方面 上涨的力度 然后看出来这个人文币方面的这个会价方面 也有一个稳定下来的势头 基本上我看几个方面都有非常良好的这个情况 如果能够把握现在的情况 我觉得应该是比较正面乐观的 您看 因为现在这个香港的失业率是比较低的 再加上这个股市 蒸蒸日上 所以很多这个百姓手里呢 就现在存了一笔钱了 那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呢 就觉得我到商场去看看 有哪些可以买的 所以他们也是愿意把这笔钱消费出去的 那现在这个百货商场也是非常聪明 就是应景 都是开启了这个降价的这样的一些大战 那你就说在接下来 像这种啊 这个本地消费的能力提升 您觉得会不会是一个长期的一个势头呢 我相信从本地的消费者 他们有一个消费的能力 应该是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如果财富的效应是正数的时候 我们说房地产这个价格是往上走 然后这个股市是往上走 然后我们看得出来这个利率还没有加上去 还有基金流动在现在整个资产的类别的时候呢 对于大部分的人来说 财富的效应肯定是正面的 有这个基本的理解底下呢 我相信这个消费零售方面 应该是慢慢的有这个扑速 当然你希望有更好的这个 持续性的这个扑速呢 应该说需要更多的这个利多的政策方面 比方说好像以前 我们看这个旅客的数目 应该是越多越好了 但是这个可能也不能够马上就可以提供 你还需要这个配套 也需要不同的环境方面去做配合整个这个政策 我自己个人的看法是乐观 但是你在数目上面 在这个百分比方面是比较难去估计 因为有一个最重大的因素 你刚才提到过就是这个白货上他们降价 然后呢 把货机会我们马上买进 买进以后呢 可能需要等待一段时间 然后才有另外一次的这个消费的这个热潮 这个是时间的问题 那咱们来看这个本地消费股呢 那本地消费股呢 我相信从过去两年开始呢 已经慢慢的有一点点的复苏 那其实以前可能有这个比较明显的旅游银啊 然后有不同的旅客方面 这个数目曾经有过比较大的这个影响 但是呢 我看现在的情况呢 特别是因为我们看这个租金方面 最近我们看有一定的 可以慢慢的从这个业主啊 跟这个住客方面呢 也有这个向良的这个空间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 刚才提到过这个数字上面 从这个消费数字方面增加 两个方面 一个就是数字增加 另外一方面的租金成本 能够控制一下 控制一下的时候呢 总的效果应该是比较良好的 所以这个接下来看到这个零售液 回暖的话 其实都是大家希望看到的一个情景 好 谢谢马克的分析 好的 我们今天亚带商景 就先到这里结束了 再次感谢涂国斌先生 做客我们的节目 更多资讯 请楼梁TV的官方网站 以及微信公众号 感谢您的收看 散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